接下来我们开始要教静电感应感应起电这些东西 但是讲之前要先提醒你 要注意这四件事情 原则上我们以后的理解或者是解极 就是根据这四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教过的 红性电相似 异性电相吸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这学过了 简单 第二件事情是真正在动的 真正会跑的是电子 我们在讲解的过程中 可能会说正电跑这边 负电跑那边 这样讲解你比较容易明白 但是你要知道正电其实是不会动的 会动的只有自由电子负电 第三个 接地的时候不被吸引的会消失 接地的时候不被吸引的会消失 有人吸引我被他抓住我就不会跑掉 没人吸引我 我一接地我就会跑掉了 这后面就会有讲解有说明 再来导体的电荷会均匀分布 导体的电荷会均匀分布 就这四件事情 这四件事情就是未来我们来理解我们教的静电感应 感应起电甚至接触起电会用到的 借这个东西来理解 考试的题目的内容也是靠这些东西来解决 来解决 好 一 同性电相似 一 性电相吸 二 真正会动的是自由电子是负电 三 接地的时候不被吸引的会消失 四 导体电荷会均匀分布 好 我们先介绍的简单的叫做静电感应 静电感应就是当一个带电体接近 但不需要碰到 不要碰到 一个金属的所谓导体的时候 因为静电力的作用 我们的金属导体会出现电荷分布不平均 有一边会偏正 有一边会偏负的现象 这叫做所谓的静电感应 来 我们这里静电感应的时候 找个东西靠近它 找个东西靠近它 然后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同性电会相似 异性电会相吸 所以正的就被吸过来 负的就被赶走 因为我拿 对不起 我讲错话 我拿过来的是正电 所以是负电被吸过来 正电被赶走 我这样子讲课 比较容易理解 正电被赶走 负电被吸过来 但我讲过 正电会不会动 不会 会动的只有什么电 负电 这以后还有别的图给你看 OK 所以就会近端会生 异性电 远端会生 同性电 同时发生电量相同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靠过来的时候 然后我靠过来的时候 如果我靠的越近 会产生的电 就会越多 因为库仑作用力 跟距离平方程 反比 所以靠的越近 力量越大 所以可以感应的电量 就会越多 会多 那么这实话 暂时有一边会带正 有一边会带负 暂时性的会带正 但是如果你把它拿走之后 就没有人再继续去吸引我 排斥我了 它就会回来 所以像这样子 我先靠近 然后呢 它就开始有分布不平均 然后靠到这边 同性电相似 异性电相吸 所以近端生异性电 远端生同性电 但是如果你把它棒棒拿走之后 它又会再回来了 它再回来 所以它并没有真正的让这个球带电 它只是暂时性的电荷分布 和平均 有一边会正 有一边会负 但它并没有真的使这个球带电 等一下要交的感应起电跟接触 其实真的会让它带电 这个其实没有 就只是暂时性的正负电分开 暂时性的带电而已 这个动作叫做感应起电 当一个带电体靠近一个导体的时候 近端会生异性电 远端会生同性电 这个现象我们称之为 静电感应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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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可以